我希望你们能够搞一个计划 一定要补露沙田的文化 沙井过去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滨海绿洲 清代两尘聚居 灵水社区 沙井虚和新虚 不仅是承载深圳海洋商贸历史的重要窗口 也是深圳传统聚居内机能完善 自然观察的样本 此外 沙井也曾拥有过辉煌的盐叶 蚝叶以及渔叶 多样化的产业功能空间 勾勒出了深圳历史上人类沿海生产活动的重要轨迹 也沉淀了深圳最具代表性的活泰乡土文化 改革开放后 沙井加入了城镇化进程和工业化浪潮 幽幽岁月 世代相传 沙井这座曾经涌现深圳文明的热图 伴随着海岸线的填充 已经逐渐失去原有的生态面貌 城市发展的背后带来了无序的城市建设 以井形规划路网为基础 以还原绿洲为出发点 最大化尊重原始城市激励 提出沙须纳新潮 井间生绿洲的设计理念 如今 我们将以沙井须和新须为触媒点 打造新的活力IP 从沙井须出发 我们构筑了一条南北延展的公园大街 交通上以6加N的形式重新组织道路功能 在临近古须一侧设置公园带 减弱快速的道路给古须造成的消极影响 同时 在满足交通需求的前提下 塑造功能丰富的临街界面 将沙井大街打造成为新沙井生活的风景线和公共服务轴 以新须为起点 向南结合龙金冲及豪心湖 新的龙金古冲将集聚豪文化博物馆 河冲景观 晒豪塔 庚门 运动公园等要素 创造更多的城市热点 构筑未来市民休闲生活的聚集地 我们梳理出六条东西项主要街项 缝合东西两条生态主轴 并对古须内的街项空间 按照尺度大小进行分歧和重新定义 多维度地释放公共活动空间 同时催生新建筑与新体验 创造自身更新的生命力 让古须成为一片延续传统文化载体的生态绿洲 随着基地内轨道交通的建设 未来将会围绕两条轨道线 三个站点重点打造联系股须内外的三个门户节点 其中北部节点将利用沙三站的开发企机 与新须产业片区同一打造 共同形成以文创艺术中魂 体育休闲赋能的文体新地标 通过对新须界面的重新修整 打造了新的入口节点 同时加强了东西向沙井大街与文创产业园区的联系 注入多样化的文创功能 让新须生活彰显历史记忆 与当代生活的交织共生 依托西环路站形成的中部节点 将是承载多元商业体验的沙井新门铺 也是古须景区的旅游服务核心 承担游客接待与集散 旅游停车等多项旅游功能 其中豪综合体设计 顺用原本古需的村落机理 最大化延伸街巷空间 同时通过多层级的步行网络 整合街巷式的市集聚落 小镇式的空中办公 及多样化的公共空间等要素 形成高度复合的城市综合体 为了进一步加强沙井须与周边城市联系 我们结合用地规模 因地制宜的置换了西侧土地属性 并通过下沉道路的方式 营造了交互共享 多为立体的社交场所 深度偶合古须历史地段与现代城市空间 由沙井须南端继续延伸 通过地上公园和地下商业空间立体化 连接南部东唐站TOD节点 形成古须历史与科技相结的光影隧道 以绿洲为核心理念 融入历史生态元素 并以古须为核心 向外延伸出网状绿脉 柔化新旧城区边界 促进古须与周边地块的有机融合 激活周边社区绿芯 互联后形成承载未来都市生活的活力绿环 整个片区将形成六大主题绿洲板块 近期结合12号线开通 重点开发古须的西部和北部主入口 贯通古须内部的核心游线 吸引大量游客到访 校动后续新潮加和易创加板块的发展 中期 古须内部相关产业逐步培育与发展 新型文化展馆 新业态 新体验 不断涌现 逐步充实古须内并形成向新城的辐射 通过香固里与龙金冲辐射慢活加板块 并围绕崖边冲衍生文体加板块 形成新旧片区主题间共生与联动 远期随着地铁18号线的开通 向南延伸出蔚来家和教育家板块 同时带动北面片区持续更新 生态延展 让古须回归自然之美 新旧融合文化体验 使得古须新城间共享配套 聚集人气 彰显明片 引领沙井走向未来之路 未来的沙井是深圳文化 活化的重要窗口 也是老一代人重拾传统记忆的重要载体 新一代年轻易闻生活的策源地 我养了蠔友四十几年 之前就在沙井养蠔 前年退休了 我又搬回沙井 今次回来 觉得沙井的变化很大 原来那些密不透风的行仔 现在都通透了很多 很多很重要的历史地标 都标记了下来 公共空间的活动 换起了很多我过去的回忆 最令到我觉得恩惠的是 新的汽台 祠堂 豪文化博文馆 能够令到我感觉到 沙井最宝贵的文化 被保留了下来 等世人都看到 沙井文化的世代传统 下一站东唐 列车运行方向 今天呢 我和春娇将带大家逛一逛 一个新进宝藏打卡点 沙井 我们先去的是 东唐站附近的 凉仓酒店办理入住 第一站就是沙井区了 我们要先去吃一顿 米其林星级的全豪宴 接着去逛一下 最近很火的 杭市万千市场 沿着沙井公园大街 往北走 仿佛在观看 不同年代建筑的展览 我呢 一直以为 深圳是没有历史的城市 这里居然有从 宋代保留下来的 龙金石塔 这里是一星像 在古代叫兴虚 是繁华的生活集市 这座崖边村 历史上 是以几名 严丝衙门得名的 现在变成了展示 海盐文化的博物村 人们在街区中 探索一座座老房子 了解深圳的晒岩历史 总的来说 沙井这边交通便利 停车位充足 海产美食品牌集结 文艺氛围拉满 很推荐大家来打改啊 老板 你这生意挺不错啊 两年前一位得知 可以私人租用地块运营吗 就租了一栋两层的老房子 改造了一下 一楼开店 二楼住家 成了这里的网红咖啡店 之后你也许可以像我这样 改造老房子成功做事 创立自己的设计品牌 这也是不错的想法 我该去工作了 下次见 小明一起去上武师课呀 每周六的下午三点 小明和住在周围的小伙伴 都要到沙井来学习武师 武师课结束之后 小伙伴们还会一起去体育公园 踢会儿球 再去龙巾冲细水 还要去巷子里捉迷藏 小伙伴们